快篩羊等于确诊 正式上路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说明 快篩羊后可运用通讯诊疗 透过医师评估是否确诊 副市长蔡炳坤也是在居家隔离中 快篩羊性 透过视讯诊疗确定为确诊及领药 我稍微现身说法一下 那我昨天确诊之后 也进行了一场 这个通讯的诊疗 那因为有医生的专业指导 也让我安心很多 那其实很方便 用LINE就可以进行这个通讯诊疗 然后这个医生了解我的状况以后 因为我未满65岁 所以还不能吃这个抗病病的药 那他就开了一般的发烧 一般的药物给我 而且晚上就拿到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 不必外出的一种方式 也让确诊者可以放心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验 关于如何找到通讯诊疗的方法 王珊珊说明上台北市政府的网站 点到防疫专区 里面有12个选项挑选医疗照护 就会看到视讯诊疗的页面 也就是现在居家确诊者 隔离者居家检疫出现相关的症状 就可以做视讯诊疗 诊所的名单都可以在页面上看到相关资讯 很多民众都会上台北市政府的网站 请大家到官网上 台北市政府官网的第一个网页就是 台北市COVID-19的防疫专区 那专区里面有12个选项 那很多人会挑选说 我要去视讯诊疗要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页面 你会看到一个叫医疗照护 医疗照护的页面 点下去就会看到我们视讯诊疗疗的页面 也就是现在是居家确诊者 隔离者还有居家检疫的出现的相关的症状 可以做视讯诊疗 那明天开始 只要是快筛羊的民众 就可以用视讯诊疗疗的方式 用快筛羊去做医生评估之后 确认是不是所谓的确诊 那视讯诊疗疗的医师的名单 在台北市有427家的医疗院所 那光西医就有400多家 你点到这个页面之后 就会看到 在台北市可以做视讯诊疗的诊所的 相关名单在最下面 包括有牙医 有中医 还有西医 那西医的部分你就会点进去 就会看到 所有相关的医疗院所 它的名气 那明信里面你就可以选取 你家附近 比较近的地方 可能你亲友去 代为取药比较方便 那我们这两天也正在跟 医师公会的诊所 配合相关的 用药的部分 尤其是抗病毒药物 我们现在已经有200多家 也正在做配药的工作 那到明天开始 如果可以用 视讯诊疗疗的方式 那诊所的话 就会开始 在他的诊所 就可以启动 他的送药的服务 所以每一间诊所的相关的名字 都在我们的网站上 所以只要取得相关的 打电话去跟他们做视讯诊疗 因为通常诊所 他比较没有所谓的入口网站 所以他可能会用 LINE的方式跟民众来做视讯诊疗 目前为止运作的都非常顺利 那台北市的诊所都非常的配合 我们要谢谢医师公会 还有各个基层诊所 对市政府的协助 市长柯文哲也说明 视讯诊疗疗还是需要时间 让整个流程顺畅 目前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刚上路民众难免有抱怨 会在这个过程中 找出问题并解决 也许日后台湾的通讯诊疗制度 可以建立 透过疫情 让台湾达到数位转型 记者问讯台北报道